Hello 我是LuckyLucky 今次介紹的是超人迪加Sky Mode的形態 這隻是迪加的舊進版 覺醒方面雙耐性 獨家邪魔 加上最大47CLG 助攻水潛是一定的 好 先介紹這次變成 是這樣的 隊長方面是水潛 計算這把風飄龍武裝 HP防綁 OK 下一位 第二位 都是這次合作的新角色 是超人遮羅 超覺醒是SB 寫SB加上10C4L字 見到4L字 不用想了 一定是火翻水潛艇 潛過潛番 我們潛過毒耐性掉落 計成這一把 不知道是什麼花 爆紅花還是什麼花 總之是橫牌加破級修 好 至於為什麼不用7C強化的超覺醒加上雙解放呢 原因就是我經驗沒有任何聖誕龍 來升做法二 OK 只剩下兩粒單位數 而交換所有的4聖誕龍來換聖誕龍 我都換完了 減破真正的山窮水盡 好 那都OK的 沒什麼所謂 因為今次的主角是第二隻的迪加 迪加Sky Mode Sky Type 這隻是我用盡全聖誕彩龍來升的最後一位角色 OK 全Boss最後希望 就來了 超人迪加 潛過潛番雙解放 在4個7C強化之下一定是爆攻的 繼承在這一把 有防雲加SB兼加速武裝 OK Next 第三位 就來了 赤龍樂士 赤龍姐姐 這個 好 嘩 每次一望的變身後都很Sexy 留意這隻是暗耐性 大眼鏡 再加上迪加的Sky型態之下 是眼鏡獨邪魔三耐性包辦 所以兩隻是很適合的 但不知覺醒連技能都很適合 迪加是解角 4CD解角 而赤龍樂士是4CD解消珠 嘩 perfect match 非常之適合 好 赤龍樂士計算的是 玲瓏武裝 有個橫牌 前回解轉 而最後一位 就八盾 八盾主要是火力 加上激減盾用 OK 激減盾加解手指 大功能渡光都適合 好 而這一隊打邊關 都未講 但各位見到我砌完這隊傳屬性編成之後 都知道要打邊關 就是機構成 最後講回徽章用血強法 而耐性方面幾乎全齊 都是增加十字 然後SB是20SB 秒數是5秒 變原生大概9秒 OK 好 講回另一邊隊長 另一邊隊長用這個配置 基本上是水潛的標配 四橫牌的水魔女弟子 這一把很適合水潛 個人是很想要戴帽 好 這一隊就是打個激減盾 昨天用火力加來打完人魚王之後 今次就是討分這個星龍 上古神獸 星龍 OK 那現在就試打一次 GOGO 好 開始了 這裡可以示範一次新的進法skill 因為今次角色都是用一個比較不同的進法skill 多數是進法前威嚇加速 然後進法之後是其他技 所以看是怎樣用這一招技 好 開始的時候我們先開個老師技 五條老師威嚇技 再氣轉 OK 這個時候變身先 兩邊水潛 變身之後開爆黃花 尖牢計的爆黃花技 再開十連龍解綁 兼加速 最後一下轉個五顆 來硬吃這一下 變身一段的坦度都夠定 不擔心 OK 然後4CD的JELL 跳技 加速 好 兩邊就水潛 變身 所以變身方面是快過之前 個人認為這個技能組合都不錯 特別是對於一些變身隊來說 可以先開武裝計成2技 然後再開自己一技 假如JELL計算加速武裝的話 例如四連龍這些 可以了 那就變成一隻角色 是有兩次加速機會 OK 所以個人認為是不錯的 好 OK 最後這一刻 就可以轉回兩串環牌來秒 火力是... 沒有加攻之下 經以30億值加 看來今次的火力應該是可以很爽 第二關 減回復減手指 開回白盾 手指一定要解 然後再... 射轉一下 這也射轉不靈 打算儲一下技 看來無法儲到 嘩 感天降法 既然儲不到技 就直接秒 順便試一試 我們... 在加攻技之下的火力是... 敵加 30億 OK 30億 都不錯啦 一串環牌而已 第三關 只要不吸水 就萬事OK 吸火 好 好 首先開回七龍愛士 打回小豬 OK 然後再轉回橫牌 在目前的水潛火力之下 我想這些關都不難打 好 好 那磨完幾次呢? 第四關 第四關 第四關啦 咦? 我水潛不厲害 跳了技喔 第四關 跳了二技喔 那是甚麼技來的? 看看先 喔 雙柱 是... 開了先囉 不可賺光 開完之後 開文迪加的十連龍 打回 之後我們就轉回解轉轉轉 慢慢來啦 不用急 儲回技先 儲甚麼技呢? 主要是儲回 遮盧的霸王花技 畢竟18CD 第一關開完呢 是要儲回技 打完不想儲技的話 可以計算一個短CD的... 短CD的武裝 例如是佩卡仙這一類 十三CD 順利之下就不用儲多技 在JR極跳完之後的這一下就可以秒了 第六關啦 前面的怪仔都是打到熟了 畢竟這一隊都很穩陣 前面都沒甚麼特別要注意 基本上 逆加和... 拆龍惡線這個全解loop呢 三四關是完全擔心 連這一關都可以開回個... 拆龍豬來解 OK 免得省技啦 嘩 只有五顆水豬 嚇死我 天降師想搞死我 嘩 屎人設計師 好 頂到跳技這一下就可以開技了 爆紅花 破傷級加上水潛 再見 下一關啦 第七關 咦 咦 怎麼被人轉LAD 啊 對呀 JR是火水輕減嗎 10C半減 嘩 這樣很難發動 我忘記計算過什麼 計算過防轉隊長 唉 計算錯技 那唯有開技了 沒辦法了 那我計錯了 OK 好了五條路斯是火花下一層用的 第八層用的 至於水傻仔就沒辦法了 好 這裡轉回個橫牌 我想到輕鬆搞定啦 OK 一次慢追 拜拜 搞定 第八關 希望不要做木 Fence 唉 好彩 因為假如做木刃的話 一來我沒有找一下技 二來我沒有解回技 那九成死 對呀 打到半血以下 我的技都差不多掃齊了 這個時候轉回個貫通廟 好 單貫通之下 發盾 拆龍加上雙水潛 不到9秒 下一位 第九層 抽哪隻呢 閱讀 閱讀都可以秒的 雖然版面是 看看 開完結他先 一吋橫牌一吋 夠不夠呢 照他吧 不要想 都是超人不可以思考 一想就輸了 一吋橫牌一吋 一吋橫牌先 OK 十五層 有沒有天降 沒有的 這個火力 嘩 迪卡竟然42億 OK 不是世界3 42 第十關 你贏麻煩 靈爺 OK 這隻是漂亮的機神 大把面 加上解角 好 先開十連龍 再開 潛艇 這裡 我想 怕走火 還是不要了 轉回Hank 就算了 那 轉回直夜水牌 OK 不錯不錯 喂 這關是風技嗎 早知一下秒 又來? 嘩 我看來要秒了 不可以再跟我玩了 神經病 好,轉回橫牌 橫牌 橫牌 在沒有加攻技之下 看看怎樣 這個火力 好漂亮的漂亮的漂亮的 剛剛好得到半血 正船師 看來這一下 什麼都妙了 嘩,雞爐有技了 對呀,第九層了 不過暫時用不穿著 還是留先吧 我們轉回橫牌加一串水 看看這個火力 十五色加上 漂亮的天降 OK 再見 紀神,拜拜 第十一關 抽魔神雀 魔神雀 逼我開技 好,監手指 一定要開技 發盾 加手指 開水潛 然後直接來了 不想太多了 每次一想就差了 不想更好 這樣 雙橫牌加串水 各位 最大火力 太點了 好 全部頂完 4343 甚至打小姐 拆龍樂士 都輕易苗栗 再見 下一關 是神浪 神浪就 打法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是先斜轉下先 真的不可以大力一點 OK 對 combo交算 這下可以秒 先開迪家 之後的層數應該是沒有解割的了 迪家的水珠天降 可以隨便開 好 雖然版面的水珠是不夠 但我相信天降 迪家的天降會幫我 摔上迪家 摔上光 好,這天降有沒有機會呢 漂亮的水天降 yes 兩寸水 再見神浪 見迪家的retress 拜拜 OK 下一關 尖牢技齊 那抽什麼都OK了 大天使 好啊 大天使好啊 我們可以試一試 最大火力是怎樣 版面兩寸橫牌都有的了 這樣呢 轉得不太好 但都兩寸橫牌 兩寸橫牌之下 迪家 43 搞定 Jero 差一點點 不夠力 假如Jero 轉回7C的強化 出個繩呢 相信是好一點的 OK 14關抽 青陰龍 那青陰也好 青頭也好 什麼都好 在迪家面前 都是要秒 OK 這一串貫通的火力 會不會怎樣呢 雖然迪家是沒有貫通的 好 迪家是漂亮的天降 一夜打到半天以下 在三隻 四隻貫通的技之下 再來 水潛 弄多個貫通來看看 邪龍仔 好 差一點點可妙利的啦 幸好 但這個回復真是糟糕 好,開回叉龍奧士 解回小豬 反正不開都是放在這裡 這下一個貫通 我想什麼都妙了 幸好時間轉回 好 OK 十三combo之下 再見 波斯啦 上古神獸 宇宙恐龍 聖龍 光星龍 OK 哇 光星龍 好人來的 但沒辦法了 那出到場面完身呢 沒理由不打你 好 迪家 打他 再加上水潛 這樣吧 好 看看火力如何 在貫通之下的木 灰石 都一半血 應該兩下可以秒 回復 再來 這下轉回環牌 搞定 羽毛以後是清光了 OK 功名無了 這時候開回霸王花技 儲了技了 用不著 咦? 不是啊,版面沒有豬啊 死東西 哇,死東西啊 唉 開回迪家 迪家 打他 做開插龍愛士 沒辦法 加上水潛 試一下一串橫牌 這樣吧 留回水珠 天降好 迪家的天降真的不錯 好啊 OK 搞定一隻 聖龍 到你了 本番到你了 你不是自走啊 這樣吧 轉回解鎖 劍環牌先 聖龍 哇 天降好漂亮 哇 這樣一下 橫牌不夠力啊 不要緊 再來 雖然這次不夠版面 好,下局先 好 好 水 哇 天降之下 迪家靚 天降 沒事吧 這個位置 看來可以秒 入盤之前 開白盾 的減盾 再加上水潛 嘩 版面水珠大量放蹄之下 聖龍 血傷不死也難了 轉換個橫牌在下面 再一寸橫牌 看看 這樣 等到心珠來到 這樣吧 OK 兩寸橫牌一寸水 定攻火力 原無意外 四十三四十三四十三 四十三 搞定 小豬 開過來 輕鬆 OK 這個時候只要開回 七龍奧斯 解解小豬 再開迪家 又來了 迪家的loop千萬不能停 這個水珠天降是很有感覺 這樣吧 嘩 這次炒車沒事 這樣吧 全版面之下 有沒有天降 都說有了 迪家天降真的沒得輸 這個水天降loop呢 不錯不錯 我想差兩下打死了 好 加快火力 為了幫這個超人提前收工 免費能量耗盡 OK 轉... 讀天不知甚麼鬼波 這下唯有硬頂多一下 畢竟木屬呢 打不進去 火麻煩 漂亮的火 在火之下就... 怎麼確保秒呢 好 超人遮路 最後就是你開技時間 三色陣加水潛 兩色陣 水深放蹄 嘩 這樣還不死 這樣吧 轉回環牌 貫通加一寸水 還不死 今天天降十字 嘩 迪家顯靈 天降十字死光 再見星龍 最後這下十字天降死光 真是神來之筆 好 這一隊就是水潛艇 在新隊員水屬迪家和水屬的超人遮路之下 超人遮路 造成一隊全屬性的新編成 火力不在話下 基本上全層秒 載者功能勝足 最正是迪家和插龍我士的雙性 兩者加上三大耐性全包辦載者兩招技 一招解割 一招解消 雙性非常之高 而超人遮路今次試完進化Skill 都蠻正的 畢竟進化前的技能是適用 和上一次魔球王子不太同 魔球王子那次的進化Skill是進化前的技能 基本上不多用到 相反這次合作進化前的Skill是適用的 因為不是加速就是威嚇技 全部都是貨變身用 而七回合之後的發動條件 都不算特別難發動 畢竟前層的怪仔都不需要開技 是後層才要開技 所以這個配置都OK 即是第七層以後才開技的條件 都不算特別苛刻 好,那今次就介紹一下 超人迪加的Sky型態加上 超人Jero的玩法 個人認為在水潛編成是很適用的 用來是相當之fit的 特別是迪加 以迪加這個性能 我想之後都會是水潛艇一個很厲害的隊員 所以有興趣的不妨試玩一下吧 OK,那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影片的希望給我按讚和訂閱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好了,來吧 !